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后面 我是蒋顾设的ban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2020年上映的《鬼滅之刃》 在当时真的是可以用现象集来去形容 之后推出了剧场版《无线列车》片 也创下许多不可思议的记录 虽然大家都说看《鬼滅之刃》不算是动漫咖 但不可否认的是这部作品 的确让动漫这个圈子 成功触碰到更多族群的观众 而在《鬼滅之刃》之后 也有一部作品成功引起话题 虽然没有像《鬼滅之刃》这么夸张 但还是让不少人为之疯狂 那就是《咒术回战》 我还发现有蛮多漂亮的女生都喜欢看正部 喂这不是重点 而最近《咒术回战》也推出了剧场版 目前总票房在日本已经突破54亿日元 虽然台湾上映日期还不确定 但释出的主题和片尾曲《意图和逆梦》 已经让不少人相当期待 两首歌都是由乐团King Gnu所创作 相信如果你有在关注日本乐团的 肯定对他们都不陌生 他们以暴力美学混乱冲击的音乐风格 而在近年来异军突起 一首白日红遍全亚洲 美金全师也曾在推特大意推科他们的音乐 究竟这支乐团的魅力在哪里 今天就让我们来好好聊一聊King Gnu吧 首先让我们从King Gnu的乐团核心成员 主唱兼伽手《长田大西》开始讲起 《长田大西》1992年5月15日出生于 《长野现一》那是 因为父母都会弹钢琴妈妈甚至是一名钢琴老师 家里有堆积如3的乐器和CD 加上大家2岁哥哥长田骏太郎从小就学习小迪琴 所以《长田大西》从出生以来就在充满音乐的环境中长大 看着家长们在家中练习的声音 让《长田大西》也对音乐产生了兴趣 于是从此就开启了他的古典音乐学习之路 《长田》的音乐天赋非常的高 除了能够演中大提琴、钢琴、马琳巴琴等多种乐器之外 更拥有绝对音感这个超酷的技能 从国高中开始就参加各种比赛 并获奖无数的《长田大西》 大学成功考上了日本最强艺术大学 《东京艺术大学》 并选择以大提琴作为主修乐器 但《长田》认为进入到艺术大学只是为了证明实力 以及认识更多厉害的人 因此只读了一年就修学了专心从事乐团活动 2013年《长田大西》与《石若俊沙发病》 其为名开始进行了音乐活动 中间经过了几次分叠 终于在2015年组成了现在《长田大西》 《金孔力》《心井合辉》《世喜游》的世人组合 并在这一年发行了第一张专辑《May Me More Softly》 到了2017年再次改名正式成为了King Noon King Noon擅长将西洋音乐融入到J-POP之中 将词曲的声韵做完美的搭配 跟普遍流行音乐不同的是 King Noon初期的歌曲是没有副歌的 可想而知销量并没有多好 改变的契机则是在经过同样也是 音乐人的朋友米金玄师的提点后才了解 J-POP歌曲一定要有洗脑的副歌才会大卖这件事 也在之后才改变了作曲的方式 额...看着Lemon的点击次数写出热卖歌曲的方法 由米金玄师讲出来真的是很有说服力啊 讲回King Noon专辑中的英文名Noon取自于牛铃的英文 为牛铃有群居的习性 取名为King Noon则是有希望能聚集听众成为王者的意涵 2018年9月发行这首Player X 借着动画Banana Fish 战力杀鸡的热潮 成功打响King Noon的名号 Banana Fish是漫画家吉田秋生于1985年至1994年所连载的作品 故事背景设定在1980年代的美国纽约 描绘者充斥了枪支、性暴力、药物滥用等社会黑暗面的残酷世界 台湾的观众可能对这部作品比较陌生 但精彩的故事让这部动漫夺下日本安利美特百大必看排名的第一名 这首Player X作为动画Banana Fish的主题曲与动漫剧情的气人度 让许多动漫迷大累崩 歌词中写道 如同一勇而出的泪水 若生命仅能有一瞬辉煌 那么在不断重复相识与离别日子里 究竟该相信什么才好 就像在呼应着动画主角 虽然被追随着崇拜者 却沦为商人赚钱的机器 逐渐被失去自我的生活逼到麻木 但是在看似淡定的躯壳背后 仍旧会因为痛苦而落下眼泪 这首歌的MV我建议大家不要在半夜点开按看 因为画面中诡异的画风加上紧绷的气氛 正会让人觉得非常冲击 在这首Player X获得到不错的成绩之后 King Gnu在2019年1月发行了第二张专辑SIMFA 并正式与索尼音乐旗下品牌主流出道 Open your eyes Open your eyes Open your eyes Slam本人翻成中文是梦香 虽然歌词表面像是在讽刺电视台的名嘴 不需要内在的涵养就可以讲干话去批评其他人 但其实也在暗指社会上 虚有其表的人们只在意自己的外表 内在空空如夜 也不想要负担任何责任 等到发生什么麻烦的事情之后 再马上撇得一干二净 King Gnu在主流出道之前已经累积了不少忠实粉丝 SIMFA这张专辑毫无疑问成为King Gnu从独立到主流的重要桥梁 长田大师与他的音乐伙伴非常清楚的知道 想要在日本成名还是要做JPOP这件事 所以即使团员们都拥有很丰富的西洋音乐背景 却还是坚持要制作JPOP歌谣曲风的专辑 虽然打造出让大家都能大声唱的流行歌 这张专辑百听不厌的精彩编曲并融合歌谣曲的概念 不仅成功获得到日本听众的青睐 也获得到当年日本唱片大赏的优秀专辑赏 让King Gnu这个名字被更多人听见 但真正让他们迅速爆红的 则是接下来这首席卷日本的现象及歌曲 白日 哈咕鸡之 在组团的时候 常田认为自己的声音比较小众 适合用扩音器来唱歌 于是邀请了拥有不会让人讨厌的声音的 金口李一起加入 其实现在大家看到了高音加低音的双主唱组合 金口李和他的二哥金口达同样就读东义大声乐系 金口达现在也在德国当声乐家 只能说金口家的歌唱精英真的是太强大了 在歌曲白日的开头就可以听到金口李超强的歌唱技巧 他高过普遍男歌手的音乐及唱腔 让我第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 还以为是女歌手来客唱演出 白日有耀眼太阳的一雪 日本有一句谚语 白日有将隐藏的事情公诸于世的意思 跟歌词与剧情都极为贴切 这首为日剧冤罪律师所打造的主题曲 歌曲的节奏相当轻快 但同时也让人感觉到孤独与悲伤的情感 奏歌以主唱金口李细柔声音搭配上钢琴伴奏作为开场 接着再加入爵士鼓 及另外一位主唱长田大西比较洪亮的赏音 两人音域的高低差距虽然很大 但不会让人觉得不舒服 反而因为这样有种很凄美的感觉 歌词中阐述了一位因为冤罪入狱然后出狱的人 对自己人生感到骄傲的呐喊 虽然对重过自由感到开心 但还是不断的想着出狱后的第二人生真的可以顺利吗? 负责作词作曲的长田大西曾在访谈中提到 当初在创作这首歌时就以成为大热门歌曲为目标 特别的将主歌、副歌以及中间的连接段落 都加上朗朗上口的旋律 这首歌对于一个普通听众来说要跟着唱是有点困难的 但这首歌厉害之处除了很有机一点的旋律之外 歌曲中类似独白的段落更堆砌了丰富的听觉体验 白日可以说是King Queen's重要的里程碑 YouTube点阅资金已经接近了4亿 也靠着这首歌让他们首度登上了红白歌合战的舞台 在主流出道仅仅又一张专辑 一首单曲就奠定了King Queen's在日本乐坛中的地位 棒完之后的King Queen's成为了广告歌曲及动漫主题曲的常客 而《飞行艇》就是为全日空日本国内广告所打造的歌曲 第二张专辑Ceremony 艾斯拉面的主唱金科里曾在访谈中说到 他觉得Ceremony是一张很丰富的专辑 就像是把伯多豚骨拉面的细面换成最脆的面一样 可以吃的比平常更饱更饭足 没说这张Ceremony真的世界上非常精彩的作品 在串流次数与专辑消让都拥有很不错的成绩 尤其是潮流人士的喜爱 只要跟你的日本朋友说 我有在听King Queen's哦 就可以被归类在董廷的签词了 但若是说到King Queen's近期的话题歌曲 那肯定非《咒术回战0》的主题曲莫属了 苍天大西说在接到主题曲的邀约时 因为很多人在期待这部电影 所以压力非常的大 不过他认为King Queen's已经尽力创作出天竞咒术回战的世界观 并带有紧迫感与冲击力 是首相当纯粹直率的歌曲 就是King Queen's包办的电影主题曲跟片尾曲 主题曲意图象征着一心一意的意思 每段歌词都呼应着《咒术回战》中 一股忧太、五条悟、夏游杰等人相互的心境 相较于节奏强烈的意图 作为片尾曲的《逆梦》 则是一首兼具温柔与悲伤的歌 编曲与弦乐作为主角 又优美的旋律演奏出 梦想与现实 爱情与憎恨的矛盾 因为歌词跟剧情真的是太贴切 为了避免不小心暴雷 我还是不要讲太多好了 最后看这部影片的表现如何 说明等电影在台湾上映时我们还能再出一部KINGUNU的影片呢 KINGUNU从主流出道到被邀请登上红白只花了不到一年的时间 在成为热门乐团之后就变得不能只埋头做自己想做的音乐了 除了思考哪种作品才会热卖之外 团员们现在也必须要分心去做许多音乐以外的事情 但金口里说到KINGUNU是一只就算有1000个球虾们飞来也通通能打成全雷打的乐团 没有错 KINGUNU真的是一只团员们各自都身怀绝肢的乐团 强大的音乐实力为日本音乐界注入新的潮流 也让人非常期待这个具有强烈风格的乐团 未来还能创造出什么厉害的歌曲呢 好那今天的介绍先到这边 喜欢的话也别忘记按赞分享个也 然后最后脸书跟IG 我们应该下部影片见吧 拜拜